当我们在谈到摩西的时候呢 经文有教导我们说 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是象征着那个救主的 比方说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 第一章的15到16节 有讲到说摩西出生的时候 那个王都要什么杀男婴 好王呢一直想要杀男婴 好王想要杀男婴 好甚至到那个 刚刚我们讲到不管是从那个收生婆要杀 还是那个埃及人要杀 甚至到后来那个 只要有孩子生出来 他们都派人要杀 那这个呢在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 其实也讲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13节到16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小孩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并行必寻找小孩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了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主戒先知说的话 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 好这个就是杀了男婴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他们两个同样是被召唤 召唤什么呢 召唤要拯救以色列 拯救以色列人 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第十节 他是这样说的 好七到十节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说 道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 就是道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位人 也不思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打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 怎么样欺压他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好所以这个就是还有讲到说 神有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嚎 要救他们 然后另外在尼斐二书的第二章的尼斐二书的第六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也谈到这个部分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有点难 当初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有点看不懂 所以大家可能要慢慢的看一下 他说 他说 但是主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多走 可不知人所抢的也可以获救 因大能的神必解救他的约明 因为主如此说 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好像喝甜酒一样 凡属血气的都必知道我 主是你的救主和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所以他又讲到说 必解救他的约明 好还有呢 他说我是你的救赎主跟救赎主 是以色列的大能者 那以色列就是什么 以色列他后面改埃及啊 所以他就是 不是 以色列他后来被改名为 是雅各的大能者 所以雅各是谁 雅各后来被改名以色列 所以他是整个 以色列的大能者 所以讲到神 讲到他拯救了以色列的名 好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什么 就是他们都被带上高山 好他们被带上高山 带上高山 好 那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在经文当中 举凡讲到山这个部分 通常都是在讲圣殿 好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摩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 好然后呢还有第八节 还有第十一节 这是在无价珍珠里面 摩西书的第一章 第一节第八节 跟第十一节 好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是摩西被提到 一座非常高的山上石 神对摩西说的 事情是这样的 摩西观看 看到了他被创造在其上的世界 摩西看到了世界极其各端 也看到了所有现在和过去被造的人类儿女 他对所看到的这一切感到极其惊讶 好第十一节 他说但是现在我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神 但不是我的肉眼 而是我的灵性的眼睛 因为我的肉眼不能看到 不然我就会在他的面前枯萎而且死亡 然而他的荣耀在我身上 我看到了他的脸 因为我在他面前改变了形象 好这个是在讲 这是在讲摩西被提到高山 然后呢整个属世的国度都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在那个约瑟斯密翻译的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八节也说了 他说接着耶稣在灵中灵又带他上一座极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行给他看 好所以被带上了高山 当然带上高山不是只为了带上高山 当然是为了显示很多事情给他们看 我们当然去圣殿不是只去圣殿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 所以当然神就给他们一些启示 让他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摩西跟耶稣基督都同样经历的事情 然后在摩西书的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都讲到他们怎么样 好应该说再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同样都克服了与撒旦的对峙 然后在摩西书的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 事情是这样摩西说了这些这些话 我看了撒旦就来试探 他说人的儿子摩西崇拜我 事情是这样摩西看着撒旦说你是谁 看啊我是神的一个儿子和他的独生子相像 而你的荣耀在哪里 要我崇拜你 因为看啊我不能看见神 除非他的荣耀降在我身上 而我在他面前改变的形象 但是我能以自然的人看着你 真的是这样不是吗 我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的灵没有从我完全从我身上退去 然而你的荣耀在哪里 因为那对我而言是来说是黑暗 我能辨别你和神 因为神曾对我说崇拜神 但你要侍奉他 你离开撒旦不要欺骗我 因为神曾对我说你跟我的独生子相像 他从燃烧的荆棘中呼唤我 也给我诫命 说奉我独生子的名呼求神崇拜我 摩西又说我不会停止呼求神 我有其他的事情要问他 他的荣耀沉浸在我身上 所以我能辨别他和你走开把撒旦 当摩西说了这些话 撒旦就大声喊叫 在地上咆哮 他并命令说我是独生子崇拜我 事情是这样 摩西开始非常害怕 他开始害怕的时候就看到地狱的痛苦 然而他呼求神 获得了力量 命令说离开我撒旦 因为只有这位神是我要崇拜的 他是荣耀之神 于是撒旦开始颤抖 大力震动 而摩西获得了力量 呼求神说奉独生子的名走开吧 撒旦 事情是这样的 撒旦一边大声喊叫 一边哭泣 哀嚎怯耻 他走开了 从摩西面前走开 摩西就看不到他 我自己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特别的一个部分是 摩西真的认识神 所以他一直告诉撒旦说 我可以分辨你跟神的不同 分辨神与撒旦的不同 但是呢我们能够分辨吗 而在 在耶稣基督受到撒旦 撒旦试探的时候 这个我想一定是那个 他在高山的时候 他进食四食昼夜的时候 撒旦就来了 好然后开始呢 要给他看很多东西 哎呀荣耀啊 世间的荣耀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就要 那个耶稣基督崇拜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怎么样说的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三到十一节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载着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摩西就带着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载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摩西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开了 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好所以呢 这里 我想他不会再讲 问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 他是不是神 这里呢 他只是用各种各式各样的诱惑 来要试探耶稣 看他会不会因为这样 第一个食物 OK 当我们饥饿的时候挑战对当 第二个呢 看神是不是爱我们 如果神爱你就会保护你 好 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 世上的权势 给他看呢 这世上的权势 这世上的权力 这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 然后呢 耶稣基督都不为所动 所以这些是两个人都一样受到撒旦的试探 然后最后呢 他们两个人都躲避君王的杀害 而出国直到君王死亡 刚我们就念到就是那个摩西他杀死了这个 摩西杀死了埃及人 以后他就逃了嘛 才会到那个 跟去到了他岳父家 然后娶了他的妻子 就是 对不起 这是第一章的十五节 他说 法老王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 逃往米殿地居住 然后第四章的十九节 是这样说 哎不对 这是第二章的十五节 sorry 好 第二章的十五节是这样说的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 杀摩西 但摩西躲避法老 逃往米殿地居住 然后第四章的十九节 他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在米殿对摩西说 你要回埃及去 因为寻守你命的人都死了 好 所以呢 他就有离开 有逃亡 然后再回来 好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摩西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那个 耶稣基的部分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看这个部分到底说了什么 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应该先念一下 十三节 好 先补充一下 十三节 他说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 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 带着小孩 同他母亲 逃往 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 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掉他 好 到了那个十九节的时候 十九二十节 西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 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 要害小孩子 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部分 就是摩西 跟 耶稣基督 相像的部分 那有时候我们在 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在讲 这个人的遭遇 这个人是先知 那他也很伟大 所以我们可能只有 看到这些部分 但是 经文里面 有很多部分 都是有 不同样的 象征的 这个 摩西的出生 摩西的这些禁欲 我们可能就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是 这些事情 这些遭遇 都可以跟 耶稣基督的 这些遭遇 连上 这个也是 将来 耶稣基督要 经欲的这些事情的 征兆跟比喻 所以希望大家 在看经文的时候 可以有 更深一层的研读 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这样可能 让我们就会 对经文 有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感动 也帮助我们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更深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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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深一层的